長官好 早上指揮官在衛環委員會有表示 台灣國際疫苗電子認證已經模仿歐洲的模式 就是完成規劃 然後目前會承認WHO認證的 疫苗 那他們會說接下來會爭取和國外做 互相認證 那這個互相認證像是因為像國內有打高端 那國外沒有打 那這個部分是怎麼做溝通 然後和國外互相溝通的細節是什麼 是和當地 衛生單位嗎 或者是他們衛生局之類的 這個部分 疫苗的接種證明的部分 那個是我們是採 這個資訊 資安各方面的等級是採取 歐盟的這個規格 採取歐盟的規格 那當然也會參著各個國家的規格 因為這個 未來 這個疫苗接種的證明是要在全球做使用 那所以這個是就這一塊 那當然基礎是以WHO為認證的疫苗 作為基礎 或是取得各國EUA的疫苗 是這樣的一個基礎 那另外呢 我們會 請外交部跟各個國家去商談 彼此去證 這個是同意 彼此去都同意這樣的疫苗 接種證明都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 這個互惠是基於這樣的一個精神 不過這一塊 指揮中心也好 跟其他相關的部位 我們都在持續在做 研議跟規劃 希望把這一個更周全 然後都完成有一定的程度的規劃 之後再做推出這樣 所以還不確定要多久這樣子 這個還沒有確定時間 但相關的準備都已經有一些就達到一定的 階段的就緒 但是我們還是要需要再跟 相關的國家達到一定 溝通 處理 那目前有哪些有部分 有國家已經同意高端 之類的嗎 還是目前 不是 這個不是一個 是不是有高端 不是我們剛剛說明了 這個疫苗接種證明的部分是WHO 所認證的疫苗跟各國取得各國EUA的疫苗 好不好